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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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如何判断的 无论如何 如今由周深歌曲上边详细介绍过的并不会有和声作者 只能发声和声 看上去之后要想要知道和声到底是谁设计方案的 还必须保密局局长亲自回应 可是在想方设法遮盖下 周边的合作方一直经不住要与大伙共享 此外他也是第一位让音乐指导觉得孩子气的歌星 根据对郭好为教师的详细介绍 掌握到周深资金投入工作中有多艰辛 两个人在视频录制前可根据生平沟通交流 一同反复推敲关键点 在一天的宣布视频录制工作上 本来能够在两小时内进行 结果却干完了 但是而都还没完毕 当周深拥有一个更强的想法时 竟然还期待再补报 务必说成功的人更为勤奋 周深在歌唱层面有很高的天赋 但他并不自豪 只是规定自身提升 勤奋把著作保证最好事 盘点一波周深近几年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 你最喜欢哪一首 周深的歌声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幻想空间 让人们甘愿在他的歌声里流连沉沦 幕后玩家推广曲无关 偶然又听到了周深这一首无关 是2018年电影幕后玩家的推广曲 那是深深比较少唱中音区 所以他感谢这首歌让他可展示这方面 他认为这首歌是离人类挺近的一首歌 歌曲唱出了主人翁 在纷乱的现实中逐渐淡去的感情 以至醒悟后又后悔莫及 唯唯到来 深情又无奈 装作与爱你无关 用沿路的阑珊 换岁月的平凡 周深用最细腻的嗓音 唱出了电影里坚真不移的爱情 愿这世间所有的立戏院 由黑暗垃圾永远与你无关 《大于海棠》印象曲《大于时间》 是检验经典的唯一定律 从来都是 五年前 由周深为动画电影《大于海棠》 演唱的印象曲《大于横空》出世 歌曲画面入梦境辉弘大气 情感刺花枝纠缠交织 有多少人因为这首歌入了周深的坑 《大于》随清澈深情的歌声游动 用海与天的颜色晕染梦境的边缘 歌声深远辽阔 吹散茫茫烟播 《大护法》推广曲《不说话不说话》 是动画电影《大护法》概念曲 发行于2017年6月21日 是《深深》继《大于海棠》之后 再度为国产动画电影现场 《不说话》旋律和歌词都温暖争执 《深深细腻》为美的演绎 完美表达了影片中 人物虽无法用语言沟通 却依旧默默陪伴守护的情谊 周深这首《不说话》太深情了 让小编不禁想到无言的父爱 眼泪不禁流下 《江子牙片》为曲 情读信《一个梦》电影《江子牙片》为曲 从未因疲惫选择停留 跌跌撞撞中笃定前情 愿你和小九一样 看遍世间冷暖 仍相信爱与温柔 刚开始入坑是那句平凡的梦啊 终会被成全 后来再听就觉得 每一句词都诚意满满 周深的声音诠释出 这种不留遗憾的释怀 和满怀希望的传承和重生 又有对生命的眷恋 是神令主提取归处神间生现 周深献唱归处 熟悉的空灵天籁 肃静温柔潜泉 低入尘 免作土 任谁说万劫不复 是痴迷注定的归处 不问出路不求退路 我心唯一归处 朝夕不复向你不予奔赴 不惧失望不觉无望 我愿终身守护 哪怕只是永恒的注目 知足且坚定 温柔且上进 这就是周深 周深 望尽星辰美丽是你 输尽泛黄飞也是你 千山万水归处是你 周深再度营业 居然按时卡点发新歌 文案中还暴露出自己的小秘密 早在之前官方就公布了 剑网三原起主题曲由周深演唱 并于7月16日10点正式上架 所以今天不管是剑网三玩家 还是周深的歌迷 都早早开始等待 10点整 周深微博咖点发布 还在评论区嘚瑟了一把彩点 不就是彩点吗 这么炫耀 哦 周深彩点啊 确实不容易 让他嘚瑟一下吧 周深这次唱剑网三原起的主题曲 还意外暴露了自己也是个剑三人 并且还是个老剑纯 而这次他发歌就发歌吧 还在后面顺带加了句剑纯也会唱歌 这是怎么个意思 一人代表整个剑纯了 别的门派不说 气纯能忍 这不得举办个翻唱比赛来证明一下 对于剑纯唱歌跑调这事 不能说是什么秘密吧 怎么也算得上使人进阶之了 毕竟当初剑网三歪歪进行的比赛 现在还历历在目 知名剑纯玩家莫道烟 与那跑到姥姥家的小调调 成了后来剑纯人甩不掉的噩梦 于是剑纯唱歌跑调变成了如影随形的title 这次剑王三人起邀请到周深演唱主题曲 并且还得知周深也是老剑纯了之后 广大剑纯们都出戏了 纷纷呐喊剑纯终于有能唱歌的啦 有这么个专业歌手当排面 这不得一雪前耻挺起胸膛 这么多年的跑调title终于可以卸载下来了 对于周深来说 他自己肯定也深知剑纯的苦 所以今天发也特意提了这一点 这是想以艺人之力拯救整个剑纯啊 虽然他承认自己玩的菜 但是艺人就代表整个剑纯会唱歌这首 不太行 至少找一个能够进行翻唱的剑纯才行 于是乎这个呼声被水友们狂抬 就想再举办个剑王三剑纯翻唱大赛 试图找出剑纯中能够唱歌的第二人 这在周深面前 不管咋说 这压力实属是有点大的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 这个最后结论究竟谁来定夺呢 会不会有水分呢 反正这都是正常考虑 绝不是我们大剑纯害怕 当然了 对于泱泱大剑纯不会唱歌这事 广大水友们并没有因为出了一个周深 而真的改变看法 毕竟周深自爆也是老剑纯了 那时候的剑纯和现在应该不算是一个群体吧 所以直接以此特例来代表群体真的好吗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深思 周深为广大剑纯发声的时候 还不忘了补充一句自己玩的菜 难道说只有玩的菜才会唱歌 按照这个道理来看 当年莫道烟与跑调成一道风景 似乎就找到了缘由 但是细想之下也不成立 总不能所有剑纯都玩的好吧 总之理论上的都流于表面 周深唱歌好听又是剑纯也只是个例 现如今艺人代表整个剑纯会唱歌绝不能成立 所以必须要举办个翻唱大会才能定夺 虽然说这个翻唱比赛听起来不太靠谱 但是毕竟是剑网三加紫英气泡英都能办大赛 咋个剑纯 出挂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